昨晚的櫻超纳,星期日晚,最主要是几场球 韦斯咸早上,晚上9点香港时间 韦斯咸主场对着富咸,无计输球 安祖斯·彭尼娜回开二道,0比2输球 接着另一边,增标分子利物浦 这场球不容有失,主场迎战水晶宫 利物浦上周已经作客了 商鸿汇时和了曼联 紧紧和了曼联,拿了1分 同时亦因为出了这2分 在增标形势方面显得被动 赛前排第3位 这场球对着水晶宫是不容有失的 主场当然要尽量拿分 甚至要取胜,不是只拿1分 很简单,要取胜,拿回3分才行 只剩下最后阶段的时间 这样失分就很麻烦了 谁知道这场球 即是开口中了,利物浦就是失分了 只剩下14分钟而已 当时水晶宫那边被阻路攻势 而米曹就落底 入了禁区后 在底线前按下球 12码点左右 就被艾斯进入的时间 无人看管之后 轻松射入1比0 最终这场球 也是全场唯一入球 这场球 水晶宫作客1比0 爆懒赢了利物浦 成功全取3分 好了,利物浦就输球了 主场 水晶宫全取3分 好了,拿到这3分之后 水晶宫就已经32场 8胜9和15负 拿到33分 就上升第14位 领先 尾三的奴顿有8分 还要踢少一场 基本上互级应该没问题 只是数字上的风险 所以水晶宫应该互级成功 如无意外 好了,利物浦那边 大领落 利物浦输了这场球 32场 21胜8和3负 71分 排第3位 同日之后 在教后时间 主场输给维拉的阿仙奴 同分 同赛同分 阿仙奴也32场 22胜5和5负 71分 排第2 和利物浦同分 但是阿仙奴 就凭着教阶的德塞球差 压过利物浦 成功 就是 继续排第2位 但是 两对球 都已经落后 给绑收的曼城2分 换言之 曼城可以说 正正式式坐在绑收 那边 亦重拾真标的主导权 之前 大家还在说 曼城 跌下去 似乎不是 其他两队 有个主导权 但是我之前也说 在最后席路 只剩下最后几场 但什么都可以发生 果然 果然之后 也是过来两个星期 就已经发生 曼城 就已经重拾真标主导权 所以 到现在 不要看好哪一队 拿冠军 那么快 哪一队 凸出来 比较好 不会的 因为距离只有3分以内 一场球 随时 令整个形势 完全扭转逆转 所以这场球 利物浦输球 也击了曼城 好 看看双方阵容 利物浦在哪一队 主场是出击的利物浦 433 高普排队 劳门 艾利神 后防有幼智左 干纳巴德利 队长雲迪克 干纳迪 三个中场 居迪斯中斯 安道 远腾寒 还有还有 鲁密密 利士打 前面三叉击 沙拉 大云劉尼斯 还有 鲁密尼斯 鲁密尼斯 看看哪一队 水晶弓 令队加斯拿 排队 3-4-3阵式 鲁密尼斯 用了颠牽 颠牽 特神 后防三个中坚 佳尼 佐基姆安达 神 利马 利马 修后 一队逆位 右边的蒙劳斯 和左边的米草 一队防中 用了和顿 和 韦尔晓士 前面三个 右边奥利斯 左边艾斯 正线头是马迪达 利物浦在哪 再看后备 续续续 双兵 就已经复出 鲜烈后备 主力 好像什么呢 就是 蘇贝斯 已经复出 还有 安乐 祖达 这些 已经继续 放在后备 再配合 加文贝治 昆沙 哈维亚尼洛 草高美斯 加普 等等 这次艾利神 也复任正选 所以 基里乞 又要下后备 其实看到 利物浦的阵容 已经很完整了 相比过去一个月 一个多月来说 这次是最完整的一局 那边商 水晶公后备 吃了什么呢 汤坚斯 舒立浦 卓登阿优 还有 艾多阿特 还有 艾哈马达 列迪华特 以及祖伊华特 等等 等等 这些球员 你看看板凳 深度 以及球员 人脚质素来说 那当然是利物浦 也会高很多 这些素质素 利物浦上半场 依旧都是近期的 甚至于今季 正在延络中的表现 就是防守 即是上半场开球初段的时候 防守不集中 真的 也挺投行的 其实这件事已经出现了 很多次了 更多厉害 你之前就算对白蕾顿,虽然说那场赢球赢了,但又是开球一分钟左右,被阿韦给卡射入 对石飞链又差点死,对吧? 接着就算对上场周中的时间,对阿特兰大,其实又是开头,防守也很不集中 这场也是,比水晶公差点有的,幸好最终又不成事了 但是,其实整个上场,甚至是整个球,利物破防守方面就难言稳健 是令人失望的,令人失望 首先是给了很多空位,水晶公的球员 而且就是防守方面,为什么可以这么容易走人呢? 还有球员间本身的默契,包围,专注程度 也都是比之前下降了不少的 这件事当然,也很快要付出代价 就是你艾斯的球员很明显是 为什么可以这么轻松,这样给对手打呢? 其实这场球,水晶公,上半场有不少反击机会 是不少的 很多时候,其实简单直接的 你看到这场球,老实说,水晶公的一贯 一如所有踢法,防防,快速防防 你看到奥利斯和艾斯都知道什么事了 这两个球员就算是水晶公之宝 水晶公打他两个,最主要是 若然卖走这两个,水晶公也不错了 好了,打他两个,原来两个 再加上马迪达,在前面冲一下 三个人已经冲散了整条,你不可以防线 中场方面的配置就是 今场球,譬如N倒 在远达行,比较深的 但是问题就是 老物有状态问题,很沉 没有常常帮忙包回位置 所以形成到两个球员之间 那边的空位是比较大 给了很多空位,对手是球员 进攻球员 另一边的迪斯公司又不用说了 就是防守欠奉 这一队闪,金场球 其实右边出了巴特利 好了,起码攻守平衡才能出 这一队闪,比较高尾斯 但是问题很多时候 又是给对手很轻松 一压就压过了 而且就在边路里找到吃 这件事其实李卓浦是很多时候 特别,就算你有球员回来 可能二打一或者二打二 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那些球员的效率 防守方面 以及那些分工 又可以轻松松打穿了 这件事也真是很奇怪 近期特别多这些 周中对亚特兰大已经看到了 那些棋位那些完全是差的 这一场波干纳迪和云迪克两个 感觉上呢 就两个就... 你说他两个逐个性不是差的 但是合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 近期出回干纳迪呢 似乎和云迪克夹在一起 又没了之前的稳健 没了之前的稳健 几次马迪达 这个马迪达不是阿迪达 神经病 阿迪达在阿仙劳里 被人吵架 马迪达 你要把握得好些 你已经差很远了 有个单刀波 轻松松的 云迪克的那波就 上击击击滚脚 被马迪达这样单刀 然后幸好罗伯臣回来护到空门 但是这些惊险镜头 上半场比比街市 你看到这些球员 有很多球员 哇 那些的集中程度 集中力很低 前中后 那些球员的状态都是差 后方 云迪克 差 不是TOP的状态 甚至 N倒 踢得比较辛苦 老麦的状态是差 近期几场是差 先说他防守 防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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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个速率 已经是没有之前那么好 可能体力下降 以及集中力也下降了 比球也经常比失 据迪斯宗斯 在中场上 基本上是预计他没有防守 很多时候上去 那边就下不回来 罗伯臣叫做好一点 但是 看到利物浦那边 已经叫利神 多好一点 就算出来 九一复出 但是那条防线这样 上半场 甚至下半场踢下去 对着水晶弓的反击 反而是中风声学类的 中风声学类的 就是水晶弓把握得好一点 整场球把握得好一点 起码到两三球 当然不能这么说如果 但是也显示到 利物浦后防的稳健程度下降了 进攻方面 这个才是大事 过往利物浦也是 进攻的功力建称 功力强建称 现在的主力都逐渐出回来 或者那些伤兵 养了很久的伤 都已经逐渐是 叫做复出了 复出 就是先坐着后备 叫做复出了 但问题是 状态不好 就算这些主力的状态都是差 这场球 利物浦很多时候 攻势 控球 全球次数 全部 都是被水晶弓休成 但是为什么水晶弓最终 都是赢了一队呢 一来你可以说没有运 上半场 结果狂抽到近盘 都可以中微 接着也遇上了 对面 对面的龙门 丹兰 有高水晶演出 也够了几球 就是 特别的波 上半场 就说 Luis Diaz 就是那个 挂射 可以叫做 那个挂射 丹兰再看 就是罗伯承 左边按出来 右边 Luis Diaz 那个挂射 那个挂射 丹兰那一刻 翻身翻得快 本身其实他也不在那个位置 有些失位 就移回去 接着单手抬出去 那个波漂亮 那个波漂亮 那个波就是 你问我 有机会选入 起码今个月的候选 最佳破旧 一来 预定这些 但是其实 你自己把握不到 甚至在完成整个 攻势方面 都有难度 难度在于什么 就是自己 你看到 为什么我经常说 那些 很明显的进攻球员 状态不够了 沙拉 路易斯大亚斯 纽尼斯 努密 居迪斯 中斯 等等等等 这些球员 怎样状态不够 你看到 拿球的first touch 十下 然后八下 至少 都是拿得不顺 第一下 一定要修正 要是拿后 要是拿前 好了 你修正了再射 你在第二些联赛 还有机会 英超 英超出名是什么 体力化 速度高 你拿完 第一下不行 你修正了 给你修正了 准备射的时间 人家的脚 或者人家已经回来了 已经没位置给你射了 有时就是 你就是贪过一秒半秒的 就是要 为什么你值钱 值钱在就是 你拿第一下好 接着之后 顺势射上去 当然把握力也是 但是你其他东西 你不要说把握力 你第一下 你之前的功夫都做不好 拿那些的话 你把握力按好也没用 就是 所以你把握不了这些机会 这些质素 你看到的 真的那些球员发挥是有问题的 尤其是沙拉 今场波真的是失望的 上半场有人问我 觉得利福福上半场 看到最差是谁 老麦状态是沙 纽尼斯也不见得好 但是你问我最差 最失望的一定是沙拉 沙拉其实你会看到 很多人就说 哎 是不是只戒月啊 只戒月啊 没事吧 对啊 只戒完啦 十月九号 还有年年都有只戒的啦 这些关系什么事呢 反而沙拉真的 那个 伤完出来之后 那个状态起不回 起不回了 起不回了 非洲杯 伤了之后 回来 踢了一两场 又再伤过 跟着去到 叫做前一阵 才上回阵 出回来 但是到现在 那个状态 都是未上回来的 无论拿着球 那一下不信 推的球也不信 甚至会射 都是不信的 越心急 就越乱 沙拉的 其实 那个状态之差 其实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缩影 今场球的进攻 也是近期的缩影 好了 沙拉 状态差 半场换入什么 苏布斯里呢 巴达尼雙出 下半场不久 换入雁乐 之后再有祖达 这些球员也上阵 但是问题是 刚才所说的这些球员 对了 有些是久休复出 有些是刚刚相遇 回来没多久 全部同一样 入局比较迟 状态 那些球感 那些完全是未够的 未准备好的 很明显 沙拉 传了几脚 射了几脚 都是不好 祖达 进来之后 有点点作用 也不是太明显 苏布斯里 这个最适 又是另一个 继续沙拉 另一个商员 出来之后 还没能够成功 还没重复好的状态 对吧 再加上加普 加普进来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就形成了 利物浦的进攻方面 质素反而逐渐下降 再加上那些球员 开始急 开始乱 承受压力 又急又乱之下 所有决定做得都不好 就是欠缺了一点 就欠缺了一点 最后虽然围着回答 但是也看不到有些什么 有威胁的 譬如沙拉近射 被米曹集到 那些 有些威胁 风声鹤雷 还在水晶宫的门前 但是 就是进不了 就是进不了 你看到很多球 都差点不顺 不顺便 不顺便 一队球 整队球 几个主力都不顺便 你真的会很严重的 还可以是 在一个月内 真的可以由 哇 就是想着 你看普 现在正好 去到真的一跌跌下来 可以跌到这么厉害 又怎么说呢 高普 这场球其实也有些责任 可以说 首先 在战术方面 明显 特别是下半场 下落一球的时间 上拨 所有东西 下半场一拨 拨一拨 换走N 其实是非常冒险的 这个幸好 你说水晶宫如果压前的话 那中场你没有了防中 没有了屏障 你很糟糕 就是 那其实下半场 所以有几下都是打到反击 那真的可以是在那些位置穿了 但是 幸好 利物浦仍守得住 不用不至于多失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令人怀疑的 换N倒出去 为什么不是居迪斯中斯呢 而回到居迪斯中斯 你看到 在作用来说 真的不见到什么 还要炒一球单刀 那状态之差 为什么反而是 N倒都还可以走上走下 也还有表现 但是居迪斯中斯 由上半场开始 已经不觉得有什么表现 还可以留在场上 然后 然后 加普 苏普斯里进来的时间 换走是什么 你是换走了 是Louis Diaz 不是换走了 沙拉 沙拉整场的表现 是很弱的 就是 反而 路易斯达尔斯 但是 还有几下 自己突破的 去到 找到 吃的 即是 换走 紐尼斯很正常 但是 你换走 竟然是 咦 不是 蘇布斯 即是 祖达和加普进来的时间 是换走 紐尼斯和 戴亚斯 不是换走 沙拉 好了 你又没有了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 然后 换走 紐尼斯之后 不断扔高波进去 但是 没有人换走 紐尼斯 因为新型高 换走的 好的 就换走出去 但是 之后 你不断扔高波进去 反而 你对水晶公更好 水晶公更多谢你 看这些 整个大惨 最喜欢 就对着这些 看法 哎 你换回加普算高 但是你又放在哪里出球 你推进去 拼一下也好 又不觉得 所以呢 对于水晶公来说 威胁力 真的不算太大了 另一样东西 就是 在记得 年头 DON 即是 Ando 和沙拉 返回 就踢 亚洲杯 和非洲杯 加上有很多 陆陆续续 有很多双兵出现的时间 那段时间 高波是很果断 利用一群青年军的球员 清分的小将 就是 那时候 为什么有巴特利 有 波比克拉克 麦干劳 丹斯 等等等等 这些球员出来 而这群小将 正正为利物浦提供了另一个 叫做火力出来 所以 为什么利物浦的成绩可以继续 令到 因为那时候 竟然没有下跌 甚至乎 甚至乎 可以一直这么好 那群小将功不可没 曾经也说过 那群小将可以逐渐上位了 对吧 真的 那段时间我告诉别人 他们可以在最高级别的联赛 最顶级那里 立足 有这样的实力 但是 反过来 为什么到现在 季尾 看到一群主力 开始累 或者一群主力 相远复出之后 的状态还没有起来 严重不足的时间 这群小将是被弃用 高普 为什么呢 是不是到这个时间 你不敢用呢 有没有想过 如果 若然你不要说 用足 用多一两个 多一两个 多一两个选择 会不会 情况也会有不同呢 哎 所以就是说 成也小将 就是成也高普 白亚高普 有时候 不是说要赶你 但是问题 其实可以用的时间 为什么又不用呢 而反而用死一群 状态仍然是 一个question mark 甚至乎明知他们 还是negative 的一群主力 所谓主力 对吧 那好吧 现在利物浦 失去了一个 叫做真冠的主导权 就是 十分被动的位置 也是沉重打击的 这一场球 在真冠的路途里面 剩下最后六场球 那怎么办 就是看自己的做法了 好了 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放个like 和subscribe 这一条youtube channel clss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还有就是youtube 按个小钟 正常来说 新节目和live 都会弹出来通知大家 还有follow Pedro来远路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 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出post 都会等上IG story 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